这里边的坟头啊 也早就拉平了 据说纳尔苏的坟呢 前前后后 让人到了四边 这陪葬品脱风啊 据说每次盗墓贼 都不空手而归啊 嗯 行 这王爷啊 倒是让一小部分人 先附了起来 走进古迹讲故事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刘史 今天啊 咱们要寻访的 这座古墓啊 就在辽宁省康平县 柳树屯乡 唐访村的天寿庄 在这儿埋着的 就是那个清朝 挺有故事的王爷 博尔吉吉特纳尔苏 这纳尔苏的名气 全来自于爷史 他爷爷呀 可是证史上记载的 有名的蒙古族王爷 晚清赫赫有名的将军 森格林沁 纳尔苏他爹 名气也不小 叫伯颜纳木古 做过这领事为内大臣 军机大臣 御前大臣 九门提督 纳尔苏的原寝呢 保存的还算完整 最起码啊 他院墙还在 东西直房 波波房和奶茶房啊 都是后建的 就连这原秦门 也是后建的 这里边的坟头啊 也早就拉平了 据说纳尔苏的坟呢 前前后后 让人到了四边 这陪葬品颇丰啊 据说每次盗墓贼 都不空手而归啊 嗯 行 这王爷啊 倒是让一小部分人 先富了起来 开始啊 我还挺纳闷 哎 这纳尔苏怎么埋在这儿啊 他应该埋在这个 沃湖山 克尔沁王爷的麒麟啊 那儿埋的可都是 克尔沁草原的大王爷 后来一琢磨呀 也就明白了 因为这位亲王啊 他下葬的时候 他没有王爵 他下葬的时候 只是个贝勒 故事啊 咱们就从这儿开始 这森格林沁为国尽忠以后啊 他的儿子伯彦纳木谷 就席了他的亲王爵位 对他们家呀 朝廷还格外失恩 加封了森格林沁的长孙 纳尔苏贝勒的爵位 并且呀 是世袭网替 这传说也始终啊 是这么说的 这孙子纳尔苏啊 十岁的时候啊 就到北京 进太学学习 不到二十岁呀 就做了秦清门的大内侍卫 据说 这大内侍卫纳尔苏 不但武艺超群 而且呀 形容俊美 在这大内当差当久了呀 就被慈禧老佛爷给看上了 那年啊 侍卫纳尔苏二十整 这个慈禧老佛爷呀 五十五 这段神秘的地下恋情啊 就算开始了 可是这俩人呢 他好了没几年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这纳尔苏啊 他升官了 这朝廷啊 把纳尔苏 升为了内大臣 得 这回呀 俩人见面不方便了 没关系 有的是主意 大总管李莲英 那可是慈禧老佛爷 肚子里的混尸虫了 这老佛爷有困难了 他不想招 谁想招啊 这李总管啊 就把一辆 往宫里运水的水车 给改了 在水柜里啊 偷偷坐了个隔间 纳尔苏 就隔三差五的呀 坐在水车里 进德宫来 和慈禧优惠 这世上 哪有不透风的墙啊 这一来二去呀 纳尔苏他爹 伯彦纳麦谷 就听说这事了 这一听说这件事啊 好家伙 连脚步丫子都下凉了 于是呢 就借着给老僧王 上坟的时机 把纳尔苏 框到了奉天 僧格林沁的坟上 在僧王爷的坟前 这伯彦纳麦谷啊 就质问纳尔苏 你小子 好大的胆子呀 跟太后搞破鞋 能有好吗 好是个死 不好还是个死 你死啊 也就死了 你连累了我们这一门中烈呀 跟你一块受刮闹 这纳尔苏 听了爹爹的话呀 一琢磨呀 嗯 是那么回事 干脆呀 我死了吧 于是啊 就撸起自己手上的金六子 放在嘴里 咕噔 吞了下去 就这样 吞金自杀了 这慈禧太后她心疼啊 不能让我的小情人 就是一个败了 就去了呀 直接提上两格 这败了呀 变亲王了 这会儿啊 我想有朋友肯定就说了 你怎么讲的那么草率呀 它关键是 压根我就不信这个 我不能把我听来的瞎话 再给您细细吱吱的 掰开了揉碎了的讲 您要是万一真信了这些谎言 那算谁的呀 您也知道 我是一个爱较真的人 所以说呀 这事咱得查查 这百度百科跟危机百科呀 客室都没说搞破鞋这档子事 可是这百度百科呀 他真不客气 他上来就说呀 1890年 这纳尔苏是吞金而死的 死的时候啊 35岁 这一说法呢 他还标注有来源 来源于这个新华网啊 2016年的一篇文章 这个作者呢 叫凯丰智剑 这路子呀 他着实的有点野 我再去查这篇文章啊 人家早就删了 这什么什么百科呀 着实不贴谱 干脆呀 咱们直接青石稿和青石路吧 在青石稿里啊 记载纳尔苏的消息非常少 只有三条 在青石路里呢 还是比较多的 老僧王死了以后啊 纳尔苏被朝廷封为贝勒 那一年呀 是同志四年 纳尔苏十岁 在十一岁那年啊 纳尔苏有个好事来了 这朝廷啊 给纳尔苏赐婚了 谁家姑娘啊 就是纯郡王家的大丫头 这一下子 纳尔苏就成了俄妇 并且呀赏代双眼花绫 有人说不对 这纳尔苏啊 他娶的是锐郡王 他们家的七闺女 嗯 您这百度百科呀 算是没白查 他确实是这么的事 不过呀 这都是后话 皇上赐婚那年呀 这纳尔苏十一 纯王家长公主呢 六岁纸一下来的时候啊 他是九月份 可是到了十一月份 一进冬天 这长公主啊 异常感冒死了 这才有了后来纳尔苏 跟瑞郡王 他们家的这门子亲事 说到这儿 您是不是能多少明媚一点 到了光绪年 为什么这纳尔苏的官职 蹭蹭的他老长了 这纯郡王 就是后来的纯亲王 这纯亲王家的大哥哥 那就是光绪皇帝的大姐呀 那这纳尔苏那自然就是光绪皇帝的大姐夫 虽然啊 这大姐死了 可是这大姐夫啊 他关着夫呢呀 打断骨头 他连着筋不是 之后这些年呢 这个贝勒纳尔苏啊 就干点这贝勒该干的事 奉旨起个雨呀 到这王公贝勒家调个丧啊 要不去就是奉旨 屁颠屁颠的跑到五台山 给大活佛送个手串啥子 您别乐啊 得宗实录写的明明白白 您不信呢 您就查去 光绪十年以前呢 纳尔苏虽然爵位显赫 但是没有什么正经的差事 光绪十年的时候 他进了敦秦王的领侍卫内大臣的班底 在仪仗中啊 他负责举着包围枪 说实在的 也算不得露脸 因为这领侍卫内大臣带着这个仪仗啊 有持刀侍卫十名 持弓侍卫十名 举枪侍卫十名 这纳尔苏啊 就是这三十人里边其中一位 举枪侍卫 您算算 这会儿的纳尔苏才当上侍卫 可已经二十九岁了 跟那故事里说的不到二十 就当上了大内的前清门侍卫啊 那可差的太多了 不过呀 能选尽一仗 这小伙子长得呀 那肯定是很精神啊 这举枪侍卫啊 纳尔苏一干就是四五年 在光绪十五年的时候 终于这官啊 他又生了 纳尔苏啊 被生为内大臣 这内大臣呢 就是领侍卫内大臣的副手 说实在啊 这官不小 已然是从一品的大员了 在一天的十二个时针当中啊 必须有一名领侍卫内大臣 带领着自己的班底 在皇上身边伺候着 这个班底啊 其中就包括一名内大臣和三十名侍卫 这样的班底啊 一共有六个 说着说着 这好事又来了 这皇上啊 赏纳尔苏他爹 伯彦纳木骨啊 紫禁城做教 纳尔苏的殊荣 则是在紫禁城内啊 可以骑马 并且这次啊 给纳尔苏一个真真正正的将军官邪 湘红旗 蒙古都统 可是啊 世事难预料 就在这一年 光绪十五年的十月份 纳尔苏啊 他病了 病的呀 还很严重 先呢 跟皇上那儿告了两个月的假 然后紧接着 又补了两个月的假 这光绪皇帝啊 也是个小调 还派人呢 去调查了这件事情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嗯 真有病 这病啊 是真不清 光绪十六年 还没出征院 这纳尔苏 就在家里病死了 所以您看啊 这纳尔苏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腊月 征月 病了四个多月 才死 要是吞金 那不立刻就尿起了 从这时间轴上推断呢 这纳尔苏 还别说 跟这慈禧 他有奸情了 就是这娘俩见面啊 他也不见得见过 哎 怎么说这娘俩呢 这要是光从光绪这论呢 这纳尔苏啊 是慈禧的植辈 要是从道光那论呢 这老佛爷的辈可就大了 您别忘了 这曾格林沁呢 可是咸丰皇帝的大表哥 要是这么说呀 这慈禧啊 可是这纳尔苏的表奶奶 您是睿智的 这段恋情啊 不用我说 您呢 自己也能分析的出来 咱们不妨啊 评论区聊聊自己的观点 巴掷巴掷啊 这慈禧 还有没有其他 可疑的绯闻男友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长按点赞呢 就能给我的视频 一个强烈的推荐 今天的故事啊 咱们就讲到这 咱们明儿见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